嗨,大家好,我是佩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白羊座的星座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希腊神话里的一位美女开始说起 这个美女的名字叫做喜欧芬 她不仅是长得漂亮,身材好,心地还很善良 那想要追她的人,想要娶她的人非常非常多 多到都要排队,然后等候面试 这个时候刚好海神波赛顿路过 看到这么多人在排队呢 海神很好奇就混进队伍里面打听消息 哇,原来大家都在排队要娶美女 这个时候海神就发挥她的神力 用她的透视眼往房间一看 哇,马上就对喜欧芬一见钟情 他不想排队啊 他就把自己变成一只飞天绵羊 然后就冲进房间绑走喜欧芬 那为了甩开其他排队的人呢 海神就带着喜欧芬飞到往东飞 飞到附近的小岛打算马上就跟这个喜欧芬 动房,然后呢让生命组成熟饭 但是喜欧芬看见一只绵羊要飞离她 就不断的抵抗,不断的求救 在这个岛上的居民呢 听到声音就感到现场帮忙 那这个海神呢,这时候就觉得 哇,很生气啊,既然坏了我的好事 就施展自己的神力 把岛上的居民全部变成动物 可是呢,她以为马上就可以动房了 可是喜欧芬的追求者 这个时候马上赶到要阻止海神 海神觉得很扫兴 就干脆呢,把这个喜欧芬也变成绵羊 然后呢,把其他的人都变成动物 那这个时候呢,忍很久的海神 一秒都等不及 直接就用羊的形状跟喜欧芬交配了 最后喜欧芬就生出了一只羊 这只羊呢,非常聪明、勇猛 有一身华丽的金羊毛 还有神的噱头 所以宙师就收编了这只羊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白羊 那因此呢,白羊座就遗传了海神爸爸的 冲动、勇敢、大胆冒险 还有太快速、太冲动就采取行动 没有耐心、自我 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欲望 而且呢,常常会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树立敌人这些的特质 那在当时呢 宙师收编了这个白羊以后呢 有一个国家的国王 听信了新王后的残言 为了国家的丰收呢 就要把前王后生的兄妹杀死 然后献祭 这对兄妹的亲生母亲知道以后呢 就求宙师救她的孩子 所以宙师就派出被她收编的白羊 去拯救这对兄妹 那兄妹就坐在白羊的背上 飞到天空 白羊用很惊人的速度向东飞 飞到一半的时候 妹妹因为太害怕了 就掉到海里 然后就死了 但是这一头羊呢 还是很坚定继续的往前进 最后他们降落在一个叫做科尔斯基的国家 那王子为了取悦当地的国王 然后用这一个白羊呢 他身上的金羊毛作为礼物 献给科尔斯基的国王 那开心的国王就把公主嫁给王子了 那我们从这段故事当中呢 会让我们了解 白羊座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 然后热心助人 有正义感 可是很粗心 因为公主摔到海底 她还不知道 那白羊的个性积极充满热血 她不会思考自己的利益 就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但是呢 白羊座也会经常被出卖 那付出了血汗还被出卖 真的是很冤枉 但是其实呢 白羊的付出 还是让咒师感动了 他就把白羊的灵魂跟血肉带回 然后把这只羊升格为神羊 然后把夜空的新城呢 重新安排 设立出了黄道十二宫 也把第一间也是最大间的位置 这个最大的豪宅留给白羊 让他的这个英勇事迹 可以让每个人怀念 那我们今天白羊座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边 从这个神话故事里 是不是更了解白羊座的特质了呢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就请你按赞加订阅 订阅是完全免费的哦 那记得要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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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